哈利路亚 阿们 感谢主 谢谢敬拜团 也非常谢谢信心堂的牧者 领袖们的邀请 让我有机会能够再一次地回到你们当中 的确已经来过几次 所以非常的熟悉 但是可能在我们当中有一些是第一次见到我的 有没有 举手好不好 你们第一次见到我的 哈利路亚 谢谢 非常非常的高兴能够认识你们 当教会有人不认识我的 那是好事 哈利路亚 就说距离我上次来到现在有新来的人 哈利路亚 希望不是忘记了我 好的 哈利路亚 阿们 哈利路亚 感谢主 今天我要分享的主题就是 上帝的荣耀同在 阿们 哈利路亚 好不好我们一个祷告 把这段时间交托在主的恩手之中 哈利路亚 主耶稣我们满心感谢咱们 主今天祢就在准祢 主今天我们来敬拜祢 我们来寻求祢的面 主耶稣你就来触摸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 圣灵啊 你亲自的来信我们 主叫我们 从头到末了 主我们的心都是完全的藏开 哦 是的领受你真实的荣耀同在 并且主让我们的生命成为 哦 你的荣耀同在的一个载体 让我们不管走到哪里 我们都是带着你的同在 哦 你的荣耀彰显 哦 谢谢主耶稣 高抹你的仆人 也高抹你的百姓 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地交托 奉主耶稣基督之名祷告 阿们 哈利勒亚 感谢主上帝的荣耀同在 是的 那谈到上帝的同在 可能对信徒来说 是既熟悉又陌生的一回事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们常常把上帝的同在 挂在嘴上 但是在我们生命里面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是否有真实的来经历 是否有真实的活出 神同在的生命呢 哦 我们可能有理论 但是没有实际 我们可能有知识 哦 但是我们没有经历 哦 甚至可能对有些信徒来说 上帝的同在 似乎是如此的虚无缥缈 哦 难以来捉摸 甚至有的还怀疑 是否真的哦 有上帝真实的同在呢 而今天弟兄姊妹们 哦 圣经启示 我们的上帝是以马内利的神 哈利路亚 哦 什么是以马内利 就是神同在的意思 哦 我们的上帝 哦 他是渴望 来清净他百姓的神 而今天哦 我们要明白的就是 我们的上帝 祂是主动的哦 来寻找我们 祂是主动的哦 来拯救我们 哦 来认识我们 而今天我们是否也有这样的一个回应 今天我们是否明白我们上帝的心意 让我们也全心全意的打开心门来回应祂 好 让我们的信仰 不是一个理论上的 不是一个表面上的 而是真真实实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在我们的热常生活当中 真心的相信 并且感受到 神啊 你的确是以马内利 与我同在的上帝 哈利路亚 好 叫我们的信仰 并不是肤浅的 而是真实的 而且是深入的 哈利路亚 那在出埃及记第33章呢 就描述了 上帝与摩西之间的一个互动 我们看见摩西之间的经历了上帝 而在这一段经文里面 让我们看见了 我们来经历神 并不是一成不变 不是一次的经历 而且是能够不断的 增长 能够不断的来认识祂 并且我们也将看见 有三个认识 经历上帝的不同层次 我们先来看出埃及记第33章 第一到第三节 经文这里说到 耶华吩咐摩西说 我曾启示应许亚伯拉罕 以撒雅各说 要将迦南地赐给你的后裔 现在你和你从埃及地 所领出来的百姓 要从这里往那地去 第二节 每次我读到这一句话的时候 都要练得很清楚 是牛奶与蜜 还是流奶与蜜之地 OK 好的 没事 我自己不同你们上去 因为你们是印着景象的百姓 恐怕我在路上 把你们灭绝 那首先在第二节 这里上帝说 我要差遣使者 这里使者指的就是 上帝的天使 神说我不与你们同去 但是 我派遣天使 在前头带领你们 并且要借助天使 把那些其他的民族 给连出去 让你们可以进入应许地 那这里我们看见 上帝愿意拆派他的天使 而他的天使是大有能力的 在旧业的许多的经文里面 我们看见 一位天使就足够有余 能够把整个城市 把整个军队都给灭绝了 所以上帝的天使大有能力 而这里说的就是 上帝有能力 而的确 上帝为他的百姓 提供他的能力 提供他的保护 提供他的应许 哈利路亚 而的的确确 上帝真的是 无所不能的上帝 我们第一个要认识的就是 上帝的能力 今天在我们生命里面 我们是否认识了 上帝的能力 我们是否认识 在神真的是 凡事都能够 以色列子民 他们经历了上帝的能力 他们出埃及 过红海 他们在旷野里面 他们所经历的一切 他们都看见上帝真实 来供应他们 来帮助他们 上帝的能力 真的是 何等的浩大 何等的奇妙 而今天在我们生命里面 我们更加的 也是需要他的能力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可能我们以为 我们拥有很多 可能我们有资源 我们有金钱 我们有本领 但是在生活上 我们还是面对 许许多多的事情 唯有 唯有 耶稣能够帮助我们 唯有 耶稣能够带领我们 突破 胜过 越过 跨过 哈利路亚 我们需要 上帝的能力 我们真的 要来认识 他能力 这样的帮助我们 最近几个月 我们见过的一个姐妹 就是这样的 经历了 上帝的能力 很感恩 就是神 真的很信实 就是这位姐妹 她在做 每年一次的 身体检查的时候 医生发觉 她的子宫 有一些异常 医生的说法 就是癌 异病 癌症 癌 的异病 然后她就去看 另外一位医生 去复科 去看医生 而医生在做 初步的检验的时候 也是这样的告诉她 就说必须抽样本 检查等等 然后这位姐妹 她是马来西亚的姐妹 然后在本地做工 因为她在马来西亚 也是有购买 这个医疗保险等等 所以她就决定 就回去马来西亚 去看医生 所以回去马来西亚 看的是第三位医生 那这第三位医生 说的也是同样的一个说法 在初步的检验的时候 就说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然后就安排 热气 要抽样本 检测是良性 还是恶性 是否真的是 癌病等等 所以这姐妹 心里面 当然是非常非常的害怕 非常的担忧 那感谢主 我们可以祷告 Amen 而上帝真的是 答应祷告的上帝 Amen 是的 我们为他祷告 我们相信上帝的 医治大能 临到他身上 而且我们也向他来宣告 上帝要透过医生的口 来证实 他的子宫 没有任何的异常 没有任何的癌症 没有任何的病症 那我们如此的 向他发出信心的宣告 而感谢主 就是这位姐妹 就带着主的应许 他去做这抽样的检验 那在做抽样检验的时候 那医生 在做抽样检验的时候 又再一次的说 哎呀 这个情况很糟糕 而在 虽然 只是刚抽样 送去 做那个检验报告 可是那个时候 医生就说 我们就先把那个 接下来的那些热气 先安排好了 接下来什么热气 就是那个 什么扫描 还有那个手术的热气 医生说 我们先把他安排好 所以那句话 听起来真的是 令人很嘴上 是不是 那可是呢 这姐妹回来说 就跟我们 报告了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们就再次为他祷告 再一次的 让他知道 神的话语 高过任何的疾病 高过任何的环境 高过任何人的宣告 而感谢主 就是 那天 他去拿检验报告的时候 拿了报告之后 他打个电话 去给很多的人 然后有一位姐妹 就告诉说 牧师 你知道吗 当那位姐妹 打电话给我的时候 他电话一拿起来 他就哭 他说我一看 听见他哭 我就吓了一跳 结果呢 是喜极而起 哈利路亚 感谢主 那要说就是 医生做了检测报告之后 医生说 是一个完美的报告 为什么 一点的异常 一点的异变 一点的癌细胞 都完全没有 哈利路亚 Amen 感谢赞美主 神真的是奇妙 大能的上帝 那是 那三个医生 都看错了 都检查错了呢 还是 神把一切的异常 都挪走了呢 弟兄姊妹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 神的百姓 来到神的面前 可以经历 祂的大能 Amen 与其在那边担忧 与其在那边害怕 我们何不祷告 是的 我们更加要祷告 我们来寻求 Oh 上帝 我们祷告 上帝的能力 是我们可以认识的 是我们可以 亲身来经历的 而以色列子民 他们虽然不好 但是 他们真的 还是经历了 上帝的能力 上帝的奇妙 而在这段经文里面 我们看见 上帝说 我要拆遣天使 帮助你们 把这些 迦南地的子民 都撵出去 那是上帝 大能的作为 但是 很奇怪的就是 上帝说 我不和你们同去 为什么上帝说 我不和你们同去呢 因为 在之前的一章经文 在32章 当摩西在山上 祷告主的时候 当摩西在山上 领受十戒的时候 百姓在山下 做什么呢 他们在山下 乱来 他们在山下 铸造金牛肚 他们在山下 他们淫乱 他们犯罪 引起了上帝的圣洁 的愤怒的管教 上帝的审判 也必须 临到他们身上 而上帝对 摩西说 我不和他们同去 因为他们是 印着景象的子民 恐怕在路上 我的审判 又临到他们 又灭绝他们 所以 这句话 听起来 蛮可怕的 可是 我在想 当时的 以示的子民 说不定他们 听见这句话的时候 他们还觉得 不错 为什么不错 因为 反正神说 天使在前头开路 那天使为我们 打败那些 那些贾难地子民 我们还是可以 进入应许地 而且 没有上帝的 同战 没有上帝的圣洁审判 似乎是一个 蛮不错的 的一个安排 蛮安全的 因为上帝的 圣洁 真的是 何等的威严 何等的可怕 所以可能有一些 以示的子民 他们心里面 会这样的想 而今天 弟兄姊妹 在我们当中 我们千万 不要这样想 在我们当中 我相信在这里 没有这样的人 哈利路亚 我们千万不要说 我要神的能力 神医治我 神帮助我就够了 至于神同在 寻求主的面 这一切 那个好像 可以撇在一边 我们千万 千万不要 有这样的想法 不要有这样的面头 因为著名的 基督教的 作者跟牧者 叫做约翰 贝弗里 他曾经 写过这样的一段话 他说 我在教会里面 发现了两个 主要的群体 就是在教会里面 有两种主要的信徒 怎么说呢 第一种 是寻求上帝 能为他们 做什么的人 第二种 是寻求 他本身的人 第一种 是寻求上帝 能为他们 做什么的人 第二种 是寻求 上帝 本身 的人 简单的说 简单的说 在教会里面 有两种信徒 一种要的是 上帝的祝福 第二种 要的是 上帝本身 今天我们是 哪一种呢 以色列子民 恐怕 他们是属于 第一种的 他们常常 要上帝的祝福 却不要 上帝本身 摩西属于 那第二种的信徒 他深深知道 我要的不是 不是 上帝的能力 上帝的帮助罢了 我要的是 上帝的同在 那是摩西的心意 他不要只是有 上帝 派遣使者 他不要只是上帝 施展能力 帮助我们罢了 他说 我要的更多 我要的是 上帝的同在 而今天 弟兄姊妹们 让这 成为我们的明白 让这 成为 我们的心意 让我们 大家从心里面 知道说 神啊 我需要你的帮助 我需要你的能力 可是我更需要 有你的同在 有你在我生命里面 那我什么都不怕 我需要更进一步的 进入到 进入到 这第二个阶段的认识 不只是上帝的能力 我更加要认识 上帝啊 你的同在 在出埃及记 第三十三章 第十五十六节 摩西就这样的说 摩西说 你若不亲自 和我同去 就不要把我们 从这里 领上去 人在和事上 等于知道 我和你的百姓 在你眼前蒙恩呢 岂不是因为 你与我们同去 使我和你的百姓 与地上的万民 有分别吗 这里摩西说 你若不亲自 与我同去 意思就是 上帝啊 你的同在 若是不在我身上 若是不在我们身上 我宁愿留在这里 不要领我们上去应许地 我们宁愿留在这里 那留意 这里是哪里 不是金格鲁 这个有冷气的会堂 摩西说 我们灵愿留在这里 他指的是 他们在旷野里面 在沙漠里面 在旷野里面 没有冷气 没有7-11 在旷野里面 是缺乏 是艰苦 没有舒适 没有享福 但是摩西说 我要的是上帝的同在 有上帝的同在 我宁愿是在旷野里面 也好过 让天使带领我们到那 没有神同在 就算是应许地 那也是虚空 因为唯有神的同在 那才是真正的祝福 那才是真正的应许地 他说 如果你不与我们同在 就不要领我们上去 我宁愿留在这里 我需要的 我渴望的 乃是你的同在 上帝与我们同在 我宁愿留在这旷野里面 弟兄姊妹 这是何等的心 这是何等的渴慕 而这样的心 正是上帝所要的 上帝在寻找的 就是与祂建立亲密关系 不是只是 只是知道 只是领受 只是经历祂的能力 祂的意志 祂的祝福罢了 上帝的能力 是一个很重要 很重要的福分 我们需要 如果我们从来都不经历祂的能力 那我们只是 只是有理论 没有实际的来经历上帝 我们需要上帝的能力 那当然只是一个开始 那并不是最终的目的 上帝的能力 只是我们信任生命里面的一个开头 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我们更需要什么 我们更需要进入到领受 经历上帝的能力 今天我们是否有这样的一个渴慕 来具体说 主啊 我需要祢 主啊 我爱慕祢 主啊 与我同在 而你会发觉到 当我们有了上帝的同在 你知道吗 我们就有了上帝的能力 哈利路亚 是的 连带你就有了上帝的能力 而如果你只寻求祂的能力 只要祂的祝福 恐怕你会错过了上帝的本身 而今天 如果我们用一个打个比方 上帝的手来代表上帝的能力 上帝的脸来代表上帝的同在 那我要跟弟兄姊妹们说的就是 让我们寻求上帝的脸 多过上帝的手 哈利路亚 因为当你寻求上帝的脸 神同在 你会发觉到 神的手并不遥远 哈利路亚 是的 神的手要来安慰你 要来拥抱你 要来祝福你 哈利路亚 但是首先 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 来寻求祂的面吧 在诗篇27篇第8节 我没有列在那个荧幕上 但是诗人大卫 他如此的 来呼求上帝 他说 这里是上帝在说 上帝说 你们要寻求我的面 然后诗人大卫就回应说 他说 耶华 我心正要寻求你的面 也就是说 上帝呼吁他的百姓 来寻求他的面 而诗人回应说 主啊 我要寻求你的面 而实际上 在经文里面 你会看到 好多好多的经文 我们听见上帝在邀请 上帝在呼召 他的百姓 说你们来寻求我的面吧 圣经并没有说 你们来寻求我的祝福 来寻求我的手 圣经说 你们来寻求上帝的面 因为你来到神的面前 你得着了他的同在 神同在 那就有了神的祝福 有了神的帮助 神从来就不亏待 任何的一个子民 我们是天父上帝 所亲爱的儿女 我们来寻求他的面 多过寻求他的手 你就会发现到 他的恩手 一直也都在 我们的身上 也都在 我们的生命里面 所以摩西说 主啊 你若不与我们同在 就不要领我们 上去应许地 我们宁愿留在这里 只要有你的同在 而刚才我所提到的 诗篇二诗七篇 实际上在第四节的时候 世人大卫也这么的说 他说 我有一件事 我曾求告耶和华 一件事 他说有一件事 我们的问题是 我们有太多事 坐在这里听到的时候 我们不是只是一件事 我们还有许多事 待会要吃什么午饭 你们没有这样想 你们没有 你们都不会 你们很专心 哈利路亚 诗人说 有一件事 什么事 我曾求告耶和华上帝 我还要求告 大卫说 我还要求告 求告什么呢 就是 一生一世 住在你的殿中 赞养你的荣美 求告你的圣明 诗人大卫说 我的心 我的渴望就是 一生一世 一生一世 在你的殿中 他不能够肉身上 真的只是住在圣殿里面 他还要做其他的事情 但是在属灵关系上 他能够一直的与神同在 神也一直的与他同在 他有这样的一颗心说 主啊 我要你的同在 今天 圣灵也在 邀请我们 信我们 让我们 也来经历 也来经历 上帝的真实 同在 在我们生命里面 而上帝的同在 不只是一种感受 而是真真实实的 在我们生命里面 那耶稣说 就算到世界的末了 我都与你们同在 那有的可能说 哎呀 神真的是同在啊 那我还渴慕什么 祂本来就与我同在 是的 神无所不在 神也住在我们心里面 但是 祂要更大的来彰显 彰显 祂的同在 彰显在我们生命里面 我们要经历祂 我们可以经历祂 我第一次经历 神的真实同在 是我得救的那一天 我记得那是 好多好多年前 那时当然还不信主 所以那天得救 还会信主 很多事情我都不懂 但是在国家体育馆里面 有一场这个福音步道会 你还记得国家体育馆吗 不是现在这个 是以前那一个 老一辈的就知道 不老不老 我们总之 我们都知道 那以前那个露天的 好大 可以容纳好几万人 而当时就有一个 福音步道会 在场的至少有 两三万人 然后我有一个 我初纪学院的一个同学 就邀请我去参加 那时我还会信主 这我就真的去了 那我还清楚记得那一天 坐在那个体育馆的上头那边 然后一眼看过去 哇 密密麻麻 黑压压压 到处都是人 可是我无法解释 但是我心里面 就真的知道 就真的感受到说 这位基督教的上帝就在这里 充满整个会所 耶稣爱你的真实性 弟兄姊妹 当我们爱上帝的时候 你就会打从心里面 深深的来渴慕他 阿们 是的 这里没有爱耶稣的 这个要逼一下 我再试试看 这里没有爱耶稣的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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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是不是被逼举手 不是啦 真心的 发自内心 我们打从心里面 我们爱耶稣 而当我们爱耶稣的时候 我们也会深深的 来渴慕他 要来经历他的同在 而我们越是经历他的同在 你知道吗 你越是经历他的同在 你会越更爱他 是的 因为每一次在他的同在里面 乃是何等的荣美 何等的乳父 是的 在他同在里面 有自由 有喜乐 在他同在里面 乃是如此的奇妙 信我们也更进一步的 来爱他 来认识他 来亲近他 摩西他知道上帝大有能力 可是他说 我要 我要更进一步的 我要上帝的同在 是的 可是他更进一步 他说 不只是上帝的同在 我还要更进一步呢 在出爱基纪第33章 在第17 18节 上帝怎么回应摩西呢 摩西说 如果你不与我们同在 不要领我们去 摩西也说 是什么使我们 与这地上的民区别呢 乃是你的同在 的确 上帝的同在 使我们区分开来 我们之所以跟非信徒不一样 不是因为我们的教堂 比他们的更加的荣美 我们之所以跟其他人不一样 不是因为我们知道什么仪式 我们有很多的知识 而是因为有神同在 上帝的同在 使我们不一样 是的 上帝在你生命里面 使你不一样 是的 上帝在你生命里面 叫你在你的家人 在你的同事 在你的朋友当中 显得不再一样 摩西说 神啊我要你的同在 上帝怎么回复他呢 上帝在第十七节 耶和华对摩西说 在出埃及记第33章 第十七跟十八节 上帝说 你所求的我也要行 因为你在我眼前蒙了恩 并且我要按你的名字 来认识你 摩西说 求你显出你的荣耀 给我看 这里呢 摩西更进一步的 来渴慕 来寻求 不是他的贪心 而这是灵里面的渴慕 而且上帝对他说 因为你在我眼前蒙了恩 感谢主 因为他的恩典 阿们 因为他的恩典 不是因为我们配得 而是因为他恩待我们 今天可能我们会觉得说 来到神的面前 好像蛮可怕的 在圣洁 威延荣耀的上帝面前 我们觉得不配 我们觉得不敢 但是神说 我要恩待你 我的恩典在你身上 上帝的恩典 为我们开路 呼召我们 信我们 更进一步的来经历他 更进一步的 来认识他 神的恩典 为我们开了道路 而摩西说 主啊 我要看见你的荣耀 是的 他更进一步的说 神啊 我不只是要认识你的能力 你的同在 我要认识你的荣耀 第三点 上帝的荣耀 什么是上帝的荣耀呢 在希伯来文里面 我们音译成 KABO 这个希伯来兹呢 的字面意思 就是一个重量的意思 重量 沉重 为什么用重量来 翻译成上帝的荣耀呢 因为它的含义 表明的就是 上帝的荣耀 不是轻飘飘 并不是虚无缥缈 不是只是一种感觉 而是真真实实 沉重的 有价值的 贵重的 乃是威严的 乃是荣耀的 乃是真实存在的 而当以色列子民 献上圣殿的时候 上帝的荣耀彰显 云彩充满整个会所 以至于 祭司们都无法站立 因为神的荣耀 真实的降临 上帝的荣耀 乃是实实在在的 而摩西说 我要看见你的荣耀 但是上帝怎么回答呢 在出埃及记第三十三章 第十九到二十三节 上帝这么的回答他 上帝说 我要显我一切的恩赐 在你面前经过 宣告我的名字 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 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 又说 你不能看见我的面 因为人见我的面 不能存活 二十一节 耶和华说 看哪 我在这里有地方 你要站在磐石上 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 我必将你放在磐石穴中 用我的手遮掩你 等我过去 然后我要将我的手收回 你就得见我的背 却不得见我的面 上帝说 你渴望要见我的荣耀 但是人不能够见我的荣耀 还能够存活 说的就是 人的肉眼 人的肉身 不能够 亲眼见到 上帝荣耀的彰显 还能够存活 上帝说 你站在磐石上 我经过的时候 我用我的手遮住你的眼睛 让你只看见了我的背 而不是我的面 听起来 似乎是 好可惜啊 听起来似乎是 好遗憾啊 但是这里有点很奇妙 上帝说 你不能够肉眼来见我的荣耀 但是上帝却宣告了 宣示了 祂的奇妙的本性 上帝怎么说呢 祂说 我的慈爱 要向你来彰显 我要宣告我的名字 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 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 上帝在说什么呢 上帝在显明 祂的本性 因为荣耀 上帝的荣耀 本来也就是祂的本质 祂的属性 祂的品格 祂是谁 那就是上帝的荣耀 祂的本身 祂的属性 而这里 祂特别的提到三件事情 第一 祂的恩慈 的确祂是恩慈良善的上帝 祂是爱我们的上帝 而这里也提到上帝的名字 耶和华上帝 祂立约的名字 自有 擁有的上帝 哈利 至高无上的上帝 而且上帝提到祂的主权 祂说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 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 那是祂的主权 而感谢主祂能够做这样的选择 祂选择来恩待 来怜悯 但是不要忘记 祂有主权选择来管教 来审判 所以这里上帝来显明祂的本性 让摩西可以认识上帝 是怎样的一位上帝 感谢主 今天我们更加的可以来认识上帝的本性 为什么呢 因为耶稣为我们大通了那一条 见到上帝荣耀的通道 哈利路亚 这就好比在旧约的会幕里面 神设立会幕 让百姓能够来亲近祂 来敬拜祂 但是会幕又分成三个结构 最外面的叫做外院 在外院有那个同祭坛 能够献祭 象征着我们来到耶稣面前 这对耶稣的牺牲 我们来相信祂 我们得救 而且有一个洗浊盆 借着清水洗净我们 神的话语洁净我们 那是我们初步的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得着经历祂的救恩 祂的大能在我们生命里面 但是从外院可以进入 还要进入内院里面 内院是什么 内院只有祭司能够进入 在那边服侍 内院有橙色饼的桌子 象征着我们从主领受 领受祂的粮食 我们来与祂清静 我们来交通 是的 还有金灯台 就是圣灵 来光照我们 照亮我们前面的道路 然后还有金香炉 代表做信徒的祈祷 在上帝面前 是的 那是内院 表明了 我们不只是要得救 我们不要留在外院 我们还要更进一步的 我们来渴慕 我们来认识 我们来经历神 你的同在 我们进入到内院里面 可是在内院里面 还有 还有 还有更进一步 更进一步是什么呢 还有那自圣所 自圣所里面 有约会 有私人座 而在旧院里面 只有大祭司 一年一次 才能够进入 但是 当耶稣为我们 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感谢主 圣经告诉我们说 那遮挡的莲子 从上到下 被撕裂开来 象征着 这条道路已经打通了 而今天 在耶稣基督里面 有一条又新又活的路 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 来到上帝面前 来到祂的世恩座前 我们祈求祂 更加是认识祂 更加是来看见 主的荣耀 不是肉眼上 肉身上的 来经历祂的荣耀 祂的重量 而是在属灵上 我们可以经历 神的彰显 神的荣耀 神要与我们交通 如果我们说 神的手 象征祂的能力 神的脸 象征祂的同在 那我们可以用神的心 来象征神的荣耀 今天 我们要经历祂的大能 我们需要祂的帮助 可是让我们来寻求祂的脸 让我们来到祂的同在 并且更进一步的 我们来认识上帝的心 我们来认识上帝的荣耀 来知道祂是怎样的一位上帝 而耶稣我们打开了这条路 那我们为什么还不来呢 为什么要停在外院呢 为什么要留在 那最初步 那个认识神的能力 罢了的阶段 让我们 进入到内院 进入到至圣所里面 让我们全心全的 来寻求主的面 而你会发觉到 是的 在主的面前 在主的面前 何等的 何等的释放 何等的自由 我们的一切所需 所求 你会发觉到 在主的面前 一切 一切 都得着神的成就 哈利路亚 那我们怎样子的来呢 三个很基础的 但是且很宝贵的 这个原则 我们悔改顺服主 来到主的面前 在我们生命里面 有什么 拦阻我们 更进一步 认识主吗 让我们放下 让我们悔改 让我们求主饶恕 让我们来顺服主吧 今天 我们已经相信耶稣 我们重生得救 可是让我们的生命 每一天 每一步 都是来顺服祂 都是来追求祂 悔改 顺服主 并且让我们 亲近 爱慕主 哈利路亚 是的 我们来经历神的同在 不是在于教会有多大 不是在于人数有多少 而是你的心有多渴慕 你有多渴慕 你就会发现到 神已经在那里 来等候 来遇见你 来让你来经历 祂的荣耀 祂的同在 让我们来亲近祂 每一天不管 你有多忙碌 腾空你的时间吧 来到主的面前 来亲近祂 来爱慕祂 放下 放下 生活中许多的事情 一天24小时里面 我们绝对 能够腾出 一段时间 来经历祂 来爱慕祂 放下 放下 我们自己 我们自己 许多的 这些想法 自己许多的 这些追求 放下一切的干扰 让我们 亲近主 爱慕主 并且让我们 敬拜祷告主吧 我们要来经历 祂的荣耀同在 最直接的方式 我们借助敬拜 借助祷告 我们来到 祂的神宝座前 这不只是 在我们聚会的时候 也不只是 在我们灵修的时候 在你的生活当中 当你遇见困难的时候 在你的公司里面 当你不晓得 怎么解决问题的时候 当你去到医院的时候 不管你去到哪里 我们可以打 从心灵里面 来敬拜祂 来祷告主 来经历 神啊 祢与我同在 是的 有祢的同在 我什么都不怕 因为我认识祢 我相信祢 哈利路亚 是的 我们在主的面前 最后一个经文 在哥林多后书 第三章 第十七 第十八节 主就是那灵 主的灵在哪里 哪里就得以自由 我们众人 既然藏着脸 得以看见主的荣光 就好像从镜子里返照 就变成主的形状 荣上加荣 如同从主的灵 变成的 这里说主的灵在哪里 哪里就有自由 的确上帝荣耀同在 就有圣灵的自由运行 我们的生命被翻转 我们灵里得自由 我们要经历 经历上帝大人的医治和释放 在神的荣耀同在里面 我们一切的忧虑要放下 我们一切的重担要除去 我们一切的难题都变成虚空 是的 我们来到主的面前 我们来经历祂 我们来认识祂 我们的生命被翻转 摩西从山上下来的时候 他的脸反照出上帝的荣光 以色列子民都害怕 今天我们是藏着脸在耶稣面前 我们有真实 有真实的神的荣耀 在我们生命里面 是的 不只是在这里 神与我们同在 领我们上去 上去哪里 领我们去到社区 领我们去到列国 领我们进到人群里面 我们带着祢的荣耀同在 我们生命蒙福 我们也成为祢的祝福 把祢的同在带入到人群里面 哈利路亚 好 把我们一起来祷告 哈利路亚 是的 当我们来低头 便进来祷告的时候 我知道圣灵已经在线我们说话 我也知道圣灵在呼召我们 邀请我们 圣灵在感动你的心 圣灵在说来寻求我的面 圣灵说来到我的面前 不要再万怨徘徊 不要只认识我的祝福 我的帮助 今天我要祢来到我的面前 跟我建立那亲密的关系 让祢可以认识我 经历我的荣耀同在 这是神的邀请 今天你的心怎么回应呢 今天你的心是否说 主啊 我不懂 我不会 可是我知道有一件事情 主啊我要 主啊我要 我要认识祢 我要看见祢的荣耀 主啊我需要祢 我需要祢 主啊我在这里 因着祢的恩典 我来到祢的面前 教导我 教导我 亲近祢 教导我 更认识祢 好不好 我们大家在这十个 一起站立起来 哈利路亚 是的 是的 我们来认识祂 我们来经历祂 哈利路亚 是的 我邀请弟兄姊妹 阿宝 我们向神举起我们的双手 是的 我们也敞开我们的心 是的 主啊我需要祢 耶稣 耶稣我需要祢 耶稣我不要只是 只是远远的来认识祢 今天主耶稣 我要亲近祢 主啊我要祢的荣耀 同在彰显在我生命里面 而我的生命就不再一样 一切的重担脱落 一切的捆绑断裂 我的自由 我的十方 奉主耶稣 耶稣就是这名 主耶稣 主耶稣 阿宝我们呼求祢 我要看见 我要看见 主啊祢的荣耀 是的 耶稣 祢就是我的荣耀救助 耶稣 祢就在我生命里面 今天 主啊我肯 我肯不能需求祢 彰显 彰显 祢的荣耀 在我生命里面 彰显 祢的荣耀 在我们的教会里面 主啊彰显 彰显 祢的荣耀 在我们的当中 主啊 祢的荣耀 彰显 奇妙的作为 神奇奇事 就不会断绝 主啊 今天我们寻求祢的心 我们要看见祢的脸 我们也要尽力 主啊 祢的安守 扶持我们 在我们生命里面 阿拉巴卡 圣达达巴 圣达 圣灵阿 在这个时刻 充满 祢的百姓 圣灵阿 哦 触摸 每一个心田 哦 圣灵阿 在这个时刻 自由的彼此 叫我们当中 每一位弟兄姊妹 今天 今天 都抓住了你 哦 今天 都被你所抓住 圣灵 被翻转过来 不再一样 奉主 耶稣 基督之名祷告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哦 我